所以我好不容易适应了 不只是说适应 就是爱上了香港这个城市 我记得有一天 我妈就打电话给我 然后我就在跟她聊 然后一样 她就突然间说 你毕业了 你可以回来新加坡了 我记得我还那时候 还回怼了我妈 我说这次你要学费 是吧 三年的学费 我全退给你了 感谢观看